邓超村李同台为新戏宣传 张一谋的夹塞成六点纹路地上的海绿子 对于娱乐圈的明星夫妻来说 可能每当有新戏需要做宣传的时候 总会有很多话题不自觉就会出现 这似乎都快成了一种定势 对此老海道觉得没什么 毕竟拍戏完毕之后 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票房或者收视率 做点宣传也算是对制片方最好的回报 同时又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有好处 两全其美知识又能接到欢喜 和愣而不为难 正是如此 每每看到邓超与孙力 在港官或者秀恩爱的时候 往往都会朝宣传新戏方面想 可有时似乎也有些例外 媒体报道 9月27日 北京 电影影发布会举行 导演张艺谋 主演邓超 孙力 关小彤 吴来 胡军 王景春 郑凯等人亮相 邓超和孙力夫妇首次合体 孙力一身将红色连身裤 干绿优养 或老公亲身传递爱意 对于这一切 如果说没有张艺谋的出现 也许这就将成为二人秀恩爱的最佳场所 可能老毛子当时有什么话题 主任孙力交代的 也或者故意想恶搞一下邓超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展现给观众的就是眼前这样的一幕 张艺谋 加塞了 而且当时看得出来 邓超多少有些尴尬 不然也不会在这之后 贴身跟孙力 耳语的尽头 有人说可能张艺谋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想法 老海觉得不会 一来张艺谋 这个岁数 应该想法不会太多 除了在拍戏 上还有想法之外 生活中应该已经快成佛系才对 更何况此时的孙力 仍然是圈内一线中的一线 可谓是地位很高的那种女性 一般来讲不会做出 对不起邓超的是 更何况当时 还有邓超本泽在场呢 只不过这样的镜头 总会让人觉得有些尴尬 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 其他几位演员的存在 尤其是颇有人气 关小彤此时略显孤单 也许这就是遇到 真神之后的真实写照吧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 趁关小彤除了大长腿 是不是没有其他可以报道的 其实这不能怪关小丹 只是因为张艺谋和孙力的气场 实在是太强 是小年邓超这样的活宝刺师 也只能委屈一下自己 更何况是不爱小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